先把带着断路器这边的面板上的螺丝取掉 然后拔出来 就在这里 然后把这里给它转松了 就取出来了 然后就是把两个线端子拔掉 两个线端子拔掉 这两个线端子颠倒插也没关系了对吗 这两个线端子随便插 插反了也没关系了 然后再把它扣回去 再把这个旋端子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螺丝打回去就好了 然后再把螺丝打回去就好了 好 这样的一个断路器就更换好了 好 这样的一个断路器就更换好了 没关系 没有关系 今天我们来看